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我們這集同大家睇個案件, 經常都可能會聽到同鄉同鄉那叫, 見到同鄉就說分外親切, 但猜不到今次這個案件就是大陸的富二代出國留學, 然後霸凌一個女同胞, 而且在法庭上非常之狂妄之極, 和男朋友打情罵肖。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? 來弄虛脈又是怎樣的一回事, 我們一齊睇睇睇, 故事的主人公就叫做澤雲堯, 96年上海出生, 家條件非常之唔俗, 而且他老爸是好疼自己的寶貝女, 嚴打吾鬧, 要唔比唔, 他幼細都大, 刁蠻任性, 囂張拔湖, 小學時間已經是一個問題少年來的, 女仔之家竟然喜歡用拳頭去解決問題, 作風飆漢, 而且身手唔俗, 在學校那裏人人都怕他, 但後來亦都遭到處分, 對於習雲堯這些學生, 一般初中是唔會要的, 所以小學畢業的習雲堯去到無學翻的地步, 無學校夠膽要他, 不過好在家條件非常之唔俗, 既然大陸運唔下去, 咁就去外國啦, 所以他們就選擇去美國啦, 而當時美國就有一個詞叫降落山少年, 即是說一個人去國外翻學的少年, 無依無靠孤身一個人去學校, 就好似直接丟去美國降落山山兵那樣, 而當時習雲堯家就想習雲堯成為一個降落山少年啦, 但問題就是, 你開傘可能容易, 有錢就行, 但降落就唔會咁容易啦, 習雲堯的成績相當至一般, 一般的美國學校根本就不給他降落, 最後經過好認真的挑選, 習雲堯終於入席到美國的牛津中學, 咁可能質疑啦, 牛津不是英國的嗎? 咁咁去了美國呀? 咁這隻牛就不同那隻牛, 美國這隻牛津中學, 是私立學校來的, 山寨名來的, 一聽就知道不是好學校啦。 咁學校在洛杉磯、 俄南港社區, 學校佔地不大, 但是, 就連個似樣的教學樓都沒有, 操場亦都是十分之簡樓, 學校大約有80名學生, 六七十個老師, 多數都是亞裔學生, 其中華人是佔最多, 雖然教學儲備不足, 但是, 學費不便宜, 一年呀, 要一萬二千八百元美金。 小朋友, 放在這裏, 再給寄宿費一年一萬五千二百元美金, 包你小朋友, 有地方去, 不用在街遊蕩, 計食、計住, 一個學生, 大致上就三十萬人民幣一年左右啦。 校長的辦學概念亦十分之包容, 打出的口號就是, 歡迎所有學生, 應該就是給得起錢的學生啦, 總之有錢就可以讀他的學校。 習雲堯入到學校之後, 好快利用自己之前所累積的經驗, 順利做了大姐姐, 在學校已經有一定的威名, 除了欺人, 習雲堯另一個外號就是拍拖, 由於好多因素啦, 他拍了好多次拖, 都找不到他所要的真愛, 但習雲堯不復書, 反而愈錯愈勇, 不斷換男朋友, 每次分手之後, 他就靠著欺凌同學去發洩心裏面的怨氣啦。 人家經常都說啦, 坐強扶躍啊, 但習雲堯就相反啦, 他專欺弱者, 在學校非常囂張, 而且習雲堯很懂規矩的, 他是欺善怕惡的, 他面對白人學生和老師的時候表現得好好的, 是完全不會欺人的, 他只是會欺一些沒有背景的華人身生, 就將他們當作欺凌目標, 那不要以為他只會欺凌人喔, 如果他找不到對象欺的話, 竟然會對自己落手啊, 他曾經就因為感情受挫選擇過割碗的, 但是啦, 他對自己出手, 怎樣都沒有對人家那麼狠毒的, 所以就割不死自己。 而去到2015年, 習雲堯應該想不到他人生會由這一年開始跌入深淵。 在2015年3月30號, 洛杉磯一間警局接到一個報案電話, 報案的人是一個中國留學生, 叫劉怡賢, 他說自己被人嘔打、侮辱和限制自由, 警方接到報案之後, 第一時間找到劉怡賢和進行取證, 當時劉怡賢是片體鱗傷, 臉都腫了, 可以講得想非常之慘, 而將他折磨到這個樣子的罪魁禍首, 就是習雲堯。 而根據了解, 習雲堯作為學校的大姐大, 一早就看劉怡賢不順眼, 而且都教訓過他的, 但是情節就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, 案發當日, 整班人就托朋友, 將劉怡賢騙在一間飲品店裡, 之後開始嘔打和侮辱他。 他們將個雪糕丟到地下, 逼他去吃, 之後又開車將劉怡賢帶到一個公園仔裏, 展開一個長達6小時的折磨。 他們脫掉劉怡賢的衣服, 然後剪掉頭髮拳打腳踢, 甚至乎是用煙頭去燙劉怡賢的身體, 這些行為令人非常之發指, 整個過程還被習雲堯整班人記錄了下來。 習雲堯也都威脅劉怡賢如果敢報警, 就將這些內容散播出去, 直接會令你社會性死亡。 而警方知道了之後都很震驚, 第一時間就找到楊玉涵、 張森石、習雲堯這班犯案人員, 審理習雲堯的法院是洛杉磯東部的波莫納市, 而習雲堯作為學校的大姐大, 是這次犯罪行動的首腦, 而張森石是他新認識的男朋友, 而楊玉涵就是跟他們一起玩的人。 不過令人覺得意外的是習雲堯是沒有表現出任何警方失措的表情。 法庭上的樣子非常之不屑, 似乎沒有將任何人放在眼中, 而且他還用眼神威脅被害人。 還和男朋友在法庭上受恩愛, 面對法官的提問, 甚至乎在叫囂, 說麻煩快點判, 自己就要回大陸過十九歲的生日。 而令他沒想到的是, 不要說回大陸過生日, 二十歲生日你都可能過不了, 因為在美國來說是很大件事, 習運繞整班人的行為, 國內就叫校園暴力, 但在美國觸犯了很多不同的罪名, 包括綁架、攻擊、虐待、酷刑、誹謗等等的罪行。 可能有人好奇, 為何還會有誹謗呢? 在美國法律裏面, 誹謗罪通常是定義做對公眾作出錯誤的陳述, 還有就是對他人聲譽造成損害。 這種陳述不單只是文字, 可以是圖像或影片。 如果是以這案件為例, 習運繞所拍下的劉兒賢被人虐待的相片和錄音, 如果這些內容曝光, 就會令公眾對劉兒賢產生錯誤的印象, 對他個人聲譽造成損害。 由於三個主犯已經年滿十八歲, 所以數罪併伐, 可以判終身監禁。 習運繞聽到這判決結果, 即時整個人都傻了, 眼神也沒有之前那麼囂張, 表情更加沒有之前那麼傲慢。 而旁聽的家人更加震驚, 他開頭以為賠些錢搞定, 簡單處罰, 回大陸, 沒想到判到那麼重。 於是居家竟然想辦法想要救人, 去找律師求被害人原諒, 甚至有一個疑犯的爸爸, 在試圖開庭時賄賂證人, 叫他做假證供, 差點搞到自己陪小朋友一起入去坐。 2015年6月7月10月12月, 這宗案在法院進行了四次審理。 在2016年2月7日, 法院就對這宗案件進行最終審判。 這次在法庭上的習雲堯, 就沒以前那麼囂張, 蹲下頭不出聲, 用頭髮遮住自己的樣子, 擺開手扣之後, 用紙遮住自己的臉。 而由於習雲堯的英語水平非常之差, 所以他委託代理律師為他讀這個懺悔書。 懺悔書的內容就提到, 說他誠致再次道歉, 不對不住已經犯下大錯, 我知道對比我傷害的人已經無力挽回。 他說對所有他做的一切都會負責。 他希望所接受的刑罰, 能夠提醒他人, 不要再犯類似的錯誤。 他還説覺得心情很複雜, 又怕又無助。 同時亦都希望這宗案件終結而感到。 半圍, 他說自己不是壞人, 說這宗案只是發生在他人生裏短短兩日。 他好希望可以回到案發前那日, 重新醒, 重新生活, 知道已經無可能了, 只能夠接受懲罰。 最終習雲堯就判他綁架罪, 獲刑8年。 嚴重人身傷害罪, 判刑3年。 攻擊罪, 獲刑1年。 攻擊智人傷害, 獲刑1年。 一共就判他坐13年。 而他的男朋友張星石雖然在這次霸凌事件中, 是無動手傷害被害人, 但他做了司機。 而且在私報過程中, 他回家拿了一筆剪刀。 最終他就因綁架罪, 獲刑5年。 攻擊罪, 獲刑1年。 一共就判了他要坐6年。 而他父親也接受媒體訪問, 他父親說道, 如果在大陸判刑, 不會判那麼久, 因為他只是在場, 沒有參與。 但美國的法律就是這樣, 沒有辦法。 記者就問他, 現在的狀況是怎樣。 張星石的父親說道, 他兒子非常之好, 身體好好, 做獎項額一日做到千幾個, 千幾個應該吹出來啦, 好誇張呀。 還說在監獄那裏, 在大學, 學的東西比外面多好多。 其實犯罪的人都已經過了18歲啦, 他對人做了這樣的傷害性行為, 竟然是以為好小事, 還可以回大陸過生日。 幾荒謬的事, 就只是他在法庭上那麼囂張, 就已經知道這一個是什麼人啦。 如果在大陸, 我就真是不相信, 他夠膽在法庭上那麼囂張, 還挖住個受害人啦, 所以啦, 經常都說同鄉同鄉啦。 有很多人是專門欺善怕惡的, 所以出到外面誰都不相信, 最緊要都是要懂得保護自己。 好啦, 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,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。